讲到记录第一七篇《着迷与得见光》,讲时,1940年讲帝上海读经,诗篇三十六篇九节,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,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 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,火灾,那些称恶为善,称善为恶,以暗为光,以光为暗,以苦为甜,以甜为苦的人。 以赛亚书五十章十至十一节,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,这人行在暗中,没有亮光,当以靠耶和华的名仗来自己的身。 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,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,并你们锁点的火把中。 这是我手锁定的,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。 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,你们的话,是,就说是,不是,就说不是,若再多说,就是出于那恶者。 铁撒罗尼加后书二章十节下半至十二节,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,使他们得救。 故此,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,叫他们信从虚谎,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 信徒着迷的机方面,信徒有着迷的可能。 着迷乃是很可怜的情形。 一个着迷的人,是落在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形里。 我们举机各例如下。 一,在话语上着迷,有些人在话语上着了迷,他说过的话,他竟然相信他没有说,或者他从前没有说过的话,他却相信他已经讲过了。 又或者别人没有说过那样的话,他相信人家说了那样的话。 这样的人不只是撒谎,并且是着了迷。 他起头的时候是撒谎,但他一次撒谎,两次撒谎,三次撒谎,他撒谎成了习惯,至终就着迷了。 着迷就是捏造谎言来欺骗人,后来连自己都相信这话是真的。 二,在事情上着迷,一个人在事情上着了迷,就是一个人做了一件事,却以为不是自己做的,或者一件事不是那一个人做的,他却以为是那一个人做的。 三,在感觉上着迷,一个人在感觉上着了迷,就是没有的事,他感觉有。 比如有的人惧怕某件事,但并不是真有什么可怕的事,不过是起头的时候,他以为某件事是可怕的,后来就真的怕了。 结果你把许多不可怕的理由告诉他,他反而不相信你。 有些人不仅是在不好的事上着迷,就是好的事,他也会着迷。 四,颠倒是非的着迷,有的人着迷到一个地步,以恶为善,或者以善为恶,以暗为光,或者以光为暗,以苦为甜,或者以甜为苦。 塞武二十,这样的人明明错了,还很有把握的,以为是对的。 有的基督徒有了罪,却看不现那个罪,并且还以为自己很好,这就是着迷。 也有些人在罪的感觉上着迷,以为自己犯了不能赦免的罪,他明明没有犯那重罪,却相信自己犯了那个罪。 着迷的拯救到在光中得以见光着迷,是很悲惨的事。 神的儿女要竭力避免着迷,着迷的人都是看不现事情真相的人。 我们要稍微来看一点,怎样才能看现事情的真相,怎样才能不着迷。 我们拿诗篇三十六篇九节和以赛亚五十章十一节来比较,就可以看出,在你的光中,我们必得见光,与你们点火用火把,围绕自己的两者有何等大的不同。 神的光,叫人能够看见亮光,但人火把的光毫无用处,一点不能叫人看见亮光。 人火把的光来自人的考虑以及思想,这是没有用的。 以赛亚五十章十一节说,反点火把围绕自己的,结局乃是躺在悲惨之中。 属灵的黑暗,不是人的火把所能除去的。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神的光,唯有神的光能叫我们有真正属灵的看见。 我们检查自己,或者往自己里面看,这些都是人的火把,不能带给我们亮光。 诗篇三十六篇九节下半说,在你的光中,我们必得见光,这告诉我们,人能真正看见光,人能真正知道事情的真相,唯有借着神的光。 这节头一个光,乃是亮光的光,第二个光,乃是事情的真相。 头一个光,乃是神来光照的光,第二个光,乃是看见了事实,就是在神的光照中,看见了事实。 一个信徒,需要活在神的光中,才能看得见。 只有活在神的光中的人,才能够看得见光,只有活在神的光中的人,才能够看见事情的真相。 不认识太阳光是多么强的人,会拿着手电筒去照,但一个人一旦看见阳光是这磨墙,这磨亮,他就会丢下他的手电筒。 我们一旦认识神是光,我们就会活在神的光中,就不需要人的活靶了。 对于一个犯罪的人,神有办法来拯救他,但是对于一个活在黑暗中眼瞎的人,神就没有办法了。 我们必须对神说,神啊,我愿脱离自视,骄傲与自信,神啊,怜悯我,用你的光来照亮我,使我得以见光。 我们要见神的光,就必须温柔,不自信,一切刚硬的心,自私的心,自以为是的心,都能把神的光关在外头。 我们要求神拯救我们,叫我们一天过一天,活在神的光中,能够常常知道事情的真相。 求神拯救我们,脱离虚晃,脱离着迷。 你以为一个道 Musket